大家好,我是宋先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毛骨悚然,撞鬼惊 我们的女主金日香从小热爱花花 当她高中毕业后 美大落榜的她便放弃了梦想 并以考上普通大学为目标 就上了补习班学校 晚上放学回到出租路的金日香 发现了电话里有条录音留言 听到这个消息的金日香 立马打电话给小学时候 和她关系最要好的同学小灰 由于两个人许久未见面了 就互相聊了很多最近的状况 从电话里金日香得知 小灰现在竟然已经拿到驾照了 那样的话 开车去三家同学聚会应该会比较方便 之后金日香便和小灰约好了见面的地点 准备二人一同前往参加聚会 第二天金日香来到了车站 小灰早早的便在这等她了 小灰对金日香称 电话里说的那个地方 不管她怎么查 都没有查到 她觉得有可能是新建的方区吧 金日香提 那就查百合企附近的地区吧 这样 报了再找 他们在导航里输入了地址 搞定之后开车前往 在途中 小灰一边开车 一边与金日香聊着 她知道的一些同学们最近的近况 照片中的同学们 有的则结婚了 有的生小孩了 而金日香则听着久违的名字 看着久违的风景 让她有种忘记现实 仿佛在进行着一场回到过去的旅行 不知不觉中 随着导航的声音响起 他们距离目的地点 还有400米了 在绕过很偏僻的山道后 终于到达了最终目的地 下车后 二人惊讶的发现 这里为什么会是目的 金日香觉得 输入的地址 只是个大概的方向 聚会的地点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于是 二人回到车中 重新输入了地点 他们再次驾车 按照导航的指引前行 可是 在绕了一圈后 他们又回到了这里 小灰觉得 是不是导航坏了 那就再试一次吧 但结果是 不管他们输入了多少次 都无法到达会场 他们的最终地点 果然还是目的 这事情很蹊跷 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最后 他们二人决定 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可是 不管小灰怎么开 他们都离不开这座山 就这样 他们迷路了 在迷路的途中 小灰越想越不对劲 按照理 同学聚会应该都发情谨的吧 但是 这次居然只是电话录音 那么到底有没有这场聚会 都说不定 而且 留言的那个人是谁 听到小灰这样说 金日香也觉得此事有诈 于是 他们停车 金日香借小货的手机 听了一下保存下来的留言 但是 最后的好痛啊 是什么 上次的电话录音 明明没有这句啊 金日香吓得 联盟丢掉了手机 小灰也急忙称 自己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声音没有了 小灰的手机 好像也没有反应 可是 金日香把视线 转移到了窗外 森林里怎么会有个女孩 而且那个女孩是谁 突然 小灰的车子熄火了 是怎么打 也打不着的那种 同一时间 那个小姑娘 也慢慢的走了过来 就在小女孩 快靠近汽车的时候 就在金日香 瀕临崩溃的时候 小灰打着了火 一脚右门悠了出去 黄门一转 他们把车开到了市区 冷静下来的人还在想 刚刚看到的 那个到底是什么 而且啊 金日香还称 自己根本不认识 那个孩子啊 但他的话刚说完 他注意到了脚下的照片 是那张 他们小学同学的照片 这张照片上 就有他们刚刚 见到过的那个女孩 这个小女孩 叫做叶子 是个很认真 很老实 很普通的小女孩 他在暑假的某天 从不习班回家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 当场去世了 当时金日香 记得自己 曾去拜祭过他几次 但随着他们慢慢长大 到现在 连叶子的存在 都快淡忘了 然而 今天正是叶子的忌日啊 为什么他们 会没有想起来呢 第二天 金日香和小慧 来到了叶子的家 祭拜叶子 并对他们没有能 经常去给叶子扫墓 表示歉意 对此 叶子的妈妈表示无碍 她很开心 他们二人来到这里 并且告诉他们 叶子的墓地 已经转移到百合企墓地了 就是金日香和小慧 去的那个地方 叶子的妈妈 忽然问金日香 还在画画吗 说着 她拿出了当年 金日香画给叶子的画像 她称 当年的叶子 拿到这张画像后 真的好开心 之后 她希望金日香能够加油 顺带着叶子的那份 一起实现金日香的梦想吧 在那之后 他们得知 同学聚会的通知 只有小慧和金日香收到了 可能是 被叶子妈妈的话触动到了 金日香回家后 她打开了 那个装着画画工具的箱子 好 作词 作词 作曲 Visual 文字幕 发音 感谢观看